台北市長柯文哲先前就曾經提議過 要在尖峰時候 在內湖科學園區實施高承載 不過卻被IP不實人間煙火 現在柯文哲又提出要拆文湖縣的椅子 來提高捷運承載量 車廂內擠滿人潮 以後還可能要再拆座椅 讓出更多空間 一節文湖縣車廂有20到24個座位 如果拆了這兩個椅子 等於可以再多佔3到6個人 乘車尖峰時段 將一來每小時能增加600到700名 旅客乘載量 這樣真的比較方便嗎 拆掉某一些是還OK 不要全拆 全拆那老人家怎麼辦 那變成大家都要用站的 因為本身就 它車廂就比較小一點 原本一整列車包括站位 平均可容納326人 算下來一節能載82個人 如果拆兩個椅子 就能多佔6個人 還打算把班具 從82秒降到72秒增加班次 但在尖峰時刻就已經不少人 擠不進車廂內 雖然拆椅子能再增加站位 但會不會讓承載量爆表 也是個問題 它增加5600人是OK的嗎 這部分我們有跟捷運公司討論 捷運公司認為說這部分就OK 先縮短班具 然後再觀察 如果那個班具縮短 那個車廂都沒有裝滿 你去改動椅子幹什麼 所以那個都有計畫的 一步一步來 為了解決內湖交通問題 北市府傷透腦筋 現在要提出拆紋弧線座椅 未來會不會城鎮也將在一個月內 收集資料再定奪 記者夏軍城邱慈玲台北報導 市場是清納�治安土 明星期間 歷史